老师好,那跟老师报告一下 行动装置最怕就是没有电 所以其实你的手机很快就休眠 那这个也休眠了,对不对 那休眠的这颗怎么叫回来 一样是在后面这颗顶端的按钮 那这两个是音效 你看见吗 那我们这次采购的iPad里面呢 有这个是Home键 圆圆的这颗 在右上角顶端这边按一下 就把它叫起来了 那接下来手指头往这边推过去 就可以回到主画面来 跟老师提一下 如果是摆横的话呢 就在这里哦 就在左边这个 休眠这颗 如果要希望什么 到休眠的时候再点一下 我点一下哦 就变黑了 那点一下 哦,就可以啪开起来 这样 那这边跟老师提一下 我再转过来 首先我们先讲一个地方哦 你在做教学的时候 其实休眠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 那第一个要先教老师的功能 来,老师等一下去找到这颗哦 找到这一个 哪一个呢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设定 我把它点起来 那有个功能要先学的 什么功能呢 推上去 设定的地方 这边有个叫做 荧幕亮度 荧幕显示跟亮度 点一下 跟老师报告一下 跟老师报告一下 以老师教学的iPad来说呢 自动锁定呢 请老师把它改成什么 永步 我点一下哦 预设它是怎样 两分钟 两分钟什么意思 当你在上课做讲解的时候 两分钟画面就变黑了 那变黑会怎样 糟糕了 你再投影到大电视就断线 投影到电脑也断线 那又把它叫回来 又要再 有时候需要FSID打密码 微博 整个上课节奏都打乱了 所以拿这台 来iPad的做教学 第一个老师要先学 来 我先推上去哦 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 设定 第二个呢 左边推上去 找到谁 荧幕亮度 显示跟亮度 点一下 请老师先把你手上的iPad 改成什么呢 这个 自动锁定改成什么 永步 不要让它变黑的 休眠 好 这样 记得还没 这样还没算完哦 如果你改完之后 请你把它回上一页 这样才算完成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顺便一起讲一下 从右上角推下来 你的iPad上课 不要让它转来转去 这一颗 请你点一下 这样呢 iPad永远固定在横的画面 来 请老师 第一个 把你的休眠关闭 第二个 从右上角推下来 改成 这个 不要翻转